韩国男星浦海正跟导演张泰佑继神剧《来自星星的你后》再度合作,二人拍摄新剧《四子》。 不过近日剧组已全面中断拍摄,导演张泰佑更因神经衰弱而入院,之后更失去联络。 据韩媒《法克特》报道,张泰佑拍摄《四子》期间,一直跟制作方有矛盾,最后一集,精神不安而住进京畿到某医院,医生诊断,神经衰弱,张泰佑更一度入驻精神科病房。 不过上月26日,张泰佑向几名导演组工作人员发作几张照片后就失去联络。 据张泰佑好友透露,张泰佑现正于一家祈祷院休养,断绝跟剧组所有联系,极有可能已正式退出《四子》拍摄。 据知浦海震等一众演员,都希望能够拍完《四子》。 《四子》采取先拍后播方式拍摄,今年1月开拍,原计划有16集,不过4个月期间就只拍作4集,有5月10日之后已全面中段拍摄,而且至今仲未落实于边间电视台播出,令剧集恐怕难产。 据知,张泰佑跟制作公司最大,矛盾,弃对方为支付导演费,为作开拍期间不至于被过中段拍摄,张泰佑及浦海震甚至自掏荷包支付一部分导演组工作人员,工资。 有剧组人员爆料,拍摄中段后,有制作方和人趣问导演,更恐吓,因为精神极度不安先于半个月前住院治疗。 而摄影、灯光、编辑等导演组几位工作人员亦被欠工资。 对于四子平台仪式,浦海震方面表示毛咪好回应,直系希望可以尽快重新拍摄。 更多寒流,细晒雨果HTTP帽号双斜杠-FB.COM斜杠-APPLEDAILYENT导演层资4。 主一众主演现身古剧《浦海震》于四子中一人分世四角剧之剧组5月开始,以全面终个拍摄。 由指张太佑中一度入驻精神科并防于文乐陪你走遍全球追星,即刻雨果FB专业。